周女士十分担心女儿变坏走上歪途 即便小李听了她的话辞了职 她还是不放心 时不时就要敲打辱骂 最后憋急了 小李只好收拾行李搬了出去 可周女士这边骂归骂 见女儿搬走了又开始着急 经过多方打听 她好不容易寻到了女儿的住处 可是她一只脚刚踏进门 就被眼前看到的一幕惊呆了 她搬出去住了 我就到她那边了 我说她这个人是搞什么名堂 去看一下 怎么到那个楼上 就怎么有一个人在她床上睡起来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走错了 后面我就撞了一千 小的那个也跑出来了 小的他妹啊 他就说你来干嘛 谁叫你来的 我说这个男的是谁 那个男的就说 这个老太婆是谁啊 我就塞起了 我就骂了 后面就打起来了 快点把我气筋了 每次说话 你就是说 你那天生什么气啊 他是感觉 有个男的在我船上躺着 那个男的不是躺一下 而且是住在一起 在这之前你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最起码你父母要先知道 要先见个面 如果没有经得父母的同意 自己就这样 跟男朋友住在一起了 这种行为就是糟糕的行为 对 小李是有男朋友了吗 有 我有跟他提过 但是他不同意 我每次一沾口的话 他就把我扭回去了 所以就没有提过 我那天 我有个朋友 刚好给我打电话 我就去玩了一下 他就直接跑到 我住的那边去了 男朋友也在我们那边 他就在我床上 弹着玩手机 他就给我打电话 我妈也给我打电话的 后来我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他就说他们都打他 怎么怎么的 然后他就在那闹 我就说 哎呀不要闹了 我说楼上楼下都是人 这样子 我说以后我们住这儿 你男朋友是 很不礼貌地说的那句话吗 没有 这个我敢保证 他们绝对没有说 他说我妹妹说他 怎么来了这样子 肯定不可能 这是我妹妹问他 你在吗 你在吗 然后他还跟我爸说 他们全部人都一起打他 我是不在 但是如果说他们打他的话 我感觉就他这性格 他肯定不会这样子的 那天晚上他想不通 他就来骂我 然后我们说话 我妹就会说他 你一直骂他干嘛 怎么什么的 他就打我妹 然后我就把我妹拉后面 我说你一天天的 要说什么就好好说 我说都二十多岁的人了 你这样子动不动就动手 妹妹是跟你住一块的 住得很近 他就是 我就给他提什么嘛 他就把他妹妹搞过来 就做那个等级牌 因为不满女儿 在这么随意地结束了上一段婚姻后 又如此草率地开启了下一段恋情 气急败坏的周女士 与女儿的男友发生了激烈冲突 可混战之中 另一个人的出现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他就打我妹 然后我就把我妹拉后面 小李口中的妹妹 是周女士的小女儿 两个女儿居然形成统一战线 与母亲对抗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小李说 妹妹其实今天也来了 一直在场下默默关注着她们 那么妹妹能否解释清楚其中的缘由呢